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又回到德语课堂 我是你们的舒老师 在上一节课上 我们主要通过阅读课文学习了德语中比较级的构成形式 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我们将先学习本课的基础词汇 然后通过阅读课文来学习德语中最高级的构成形式 比较级和最高级还是需要同学们记一些东西的 那么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 让我们先来学习本课单词 我们先来看一些和交通和交通工具相关的单词 交通和交通和交通工具 交通不可属明词 交通不可属明词 交通拥堵我们也可以说成 我们要在两个单词中加一个s Pandem Pandem 我们讲过 原意指的是来回摆动 例如像钟表的钟摆 那么对人来说 它指的就是来回奔波了 因为来回奔波 位置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用ist ist 这个动词的名词 das pandem das pandem 指来回奔波 那么来回奔波的人就是 der pendler 指那些在别处工作来回奔波的人 um steigen um steigen 换成 我们知道steigen有爬山向上攀登的意思 而um有交换更替的意思 所以um steigen指的就是换成 换成别的交通工具 er steigt um ist um gestiegen ist um gestiegen 因为um steigen换成位置和状态 也要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用搭配注动词ist 如果要换成地铁 我们就可以说 in die u-bahn um steigen in die u-bahn um steigen 因为换成到地铁里 我们不管是坐地铁 公共汽车还是火车 都是在这个交通工具的里面 所以要用借词in 另外换成是一个动态 所以用动词 in die u-bahn um steigen 下面再来看一下交通工具的说法 das verkehrsmittel 交通工具 这个单词本身就可以表示工具 途径的意思 那么和verkehr进行复合 自然表示的是交通工具了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交通工具 应该如何表达 der bus die busse der bus die busse 公共汽车 das tram die trams das tram die trams 有鬼电车 die strassenbahn die strassenbahnen die strassenbahn die strassenbahnen 有鬼电车 肯定有同学会奇怪 怎么有鬼电车 有两个名词呢 那是因为在德国 有鬼电车 被叫做 strasenbahn die strasse die strassen 街道 die Bahn die Bahn 轨道 那么在街道上的轨道 自然就是有鬼电车了 但是在瑞士 有鬼电车 被叫做 das tram das tram 在瑞士 有鬼电车 也就是 tram 对于交通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the s-bah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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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高速铁路 和地铁 和有鬼电车 不同的是 s-bahn 是属于铁路部门的 因为它相当于火车 但是s-bahn 不会开得非常远 通常是在室内 或者近郊行驶 而且它沿途停靠的车站 非常的多 地铁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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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das Motorrad就是摩托车的意思了,das Velo di Veloz,自行车,我们刚刚所提到的Fahrrad是在德国对于自行车的称呼,而到了瑞士,这个单词就变调了,叫做Velo, 那么从交通工具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瑞士德语和标准德语在词汇上也有着部分的差异,下面请同学们自己来做一个看图选单词的练习,复习巩固一下这些新学的交通工具的名称吧。 Dann lernen wir weiter。好,我们接下去学习其他的单词。 bequem, bequem,形容词舒适的,中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das Auto ist aber auch sehr bequem, das Auto ist aber auch sehr bequem, 这辆车也非常的舒适。同学们注意,bequem往往指的是我们身体有接触或者能感觉到的舒适。 例如,这双鞋穿着真舒服,或者这个沙发坐着真舒服,都可以用bequem。 Die Arbeitszeit, die Arbeitszeiten, die Arbeitszeit, die Arbeitszeiten,工作时间。 这是一个复合词,由 die Arbeit,工作和 die Zeit,时间复合构成。 不过同学们要注意,这两个单词在复合的时候,中间加了一个接续音,加了一个s。 Meine Arbeitszeiten sind unregelmäßig,我的工作时间其实是不规则的。 Unregelmäßig, unregelmäßig,形容词不规则的。 这个单词里藏着一个名词叫做die Regel,规则,die Regel。 而mäßig这个后缀表达的是按照,也就是按照前面的规则。 按照规则来的,那当然就是有规律的。 然后我们再加上否定前缀,就变成了没有规律的。 In gebirge ist die Landschaft ziemlich unregelmäßig. 大山里的景色是非常没有规律的。 Trotzdem Trotzdem 副词 尽管这样,仍然 同学们要注意了,这个单词非常非常容易用错。 首先要记住一点的是,Trotzdem是一个副词。 Deutsch ist schwer,德语很难,Trotzdem möchte ich es lernen。 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要学习德语。 那么同学们看,Trotzdem这个副词后面是一个倒装的语句,不能说Trotzdem ich möchte,要说成Trotzdem möchte ich。 而且因为这个副词解释为尽管这样,所以它往往放在句首,紧跟着前面那个句子。 这里的Trotzdem表达的是,尽管德语很难,但是我仍然想要学习它。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用Aber来改写的话,应该变成, Deutsch ist schwer, aber ich möchte es lernen。 Aber是一个连词,它是一个临站位的连词,所以后面还是正常的语句。 Der Sommer Der Sommer 不可数名词夏季,夏天。 In Sommer ist es warm. In Sommer ist es warm. 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同学们记一下,这词用in,那么因为in dem,和谐的关系,就变成了in Sommer. Zwa,虽然,Zwa. 同学们注意,Zwa这个词在德语里通常是跟Aber连用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虽然,但是。 我们看一下例句,Vilo fahren ist zwar nicht am schnellsten, aber am billigsten. Aber am billigsten. 骑自行车虽然不是最快的,但是却是最便宜,成本最低廉的。 同学们看Zwa这个词,它是在这句句子里放在了肚子里,也就是放在了动词的后面。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把Zwa放在句上。 Zwa ist Vilo fahren nicht am schnellsten, aber am billigsten. Zwa ist Vilo fahren nicht am schnellsten, aber am billigsten. 同学们要注意,Zwa和Aber不一样,它是要站位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Zwa放在句上,后面就必须是道中的语序了。 Sportlich Sportlich Sport,运动 那么它的形容词Sportlich,就是指运动的,或者爱好运动的。 Jam ist sportlich, er spielt oft Fußball. Jam ist sportlich, er spielt oft Fußball. Jam非常的爱运动,他经常的踢球。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表达爱运动,有的表达也可以表示这个人运动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在行。 Sportlich Spaß machen Spaß machen Spaß machen 此组 使愉快 使高兴 Spaß解释为乐趣。 那么 Spaß machen 就是制作乐趣,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三格,表示给谁制造乐趣,那么意思就是使谁高兴,使谁愉快的意思啦。 我喜欢骑自行车,尤其在夏天,骑车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啦。 那么这里的 Macht es spaß S指的就是 Fahren mit dem Velo 骑自行车 那如果我要说,这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又该怎么表达呢? Das macht mir Spaß Das macht mir Spaß 这件事给我制造了很多的乐趣,这里的Mir是Ich的第三格,第三格就相当于间接兵语,给我制造了乐趣,而Spaß则是真正的四格兵语了。 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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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词 不同 不一样 注意 Anders是不可以做形容词的,形容词是我们学过的另外一个Ander Können Sie das anders sagen? Können Sie das anders sagen? 你能换一种表达方式吗? 这里的Anders就是修饰动词Sagen,就是用不一样的说法。 Deutsche Essen anders als wir Deutsche Essen anders als wir 德国人吃的和我们不一样。 这里的Anders就是修饰动词Essen,他们吃的东西吃的方式吃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 同学们注意一下,Anders这个词是要和Als搭配的。 同学们记不记得,在上一节课上,我们学的比较集就是用Als来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别的。 那么这里的Anders既然表示不同,所以它也要和Als搭配。Anders,Als,和什么什么不一样,和什么不同。 So, the, so, the,如同什么一样的。 Das Auto ist so schnell wie die Bahn。 如果你开车的话,就和坐火车一样快。 So, the,这个结构在德语里就好像意义里面的Es加形容词Es,也就是所谓的同级比较。 Nicht so wie, nicht so wie,与什么不一样,与什么不同的。 这个结构是so wie的否定形式。 Das Velo ist nicht so schnell wie das Auto。 Das Velo ist nicht so schnell wie das Auto。 自行车可没有汽车那么快。 那么同学们要注意一下了, 这个Nicht so wie,表达的不是自行车和汽车不一样快的意思, 而是自行车没有汽车那么快的意思。 也就是, das Velo ist langsamer als das Auto。 自行车要比小汽车来的慢。 Wie, wie,正如,好像。 这个V,可不是我们原来所学的疑问词Veheisenzie的Ve, 而是另外一个含义。 它表达的是一种比较。 就有点像英语里面的like。 是你的车要比较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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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环保。 那么这个单词的前面一半,for是一个戒词, 表达的是在什么前面的意思。 它的反义词是Nach。 Nach。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原来学上午叫Vormittag, 在中午的前面, 那就是早上。 而下午叫做Nachmittag, 在上午的后面, 那就是下午。 vor和nach在表示时间概念的时候, 是一组反义词。 因此, their fortheid是优点, 那么缺点自然而然就是Nachtheiler。 their nachtheiler, their nachtheiler, 缺点, 短处。 Aber sie hat einen Nachtheiler, Sie ist teuer. Aber sie hat einen Nach. Sie ist teuer.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价格比较昂贵。 die vor und nachtheiler, die vor und nachtheiler, 我们把有缺点放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利弊了。 Verkehrsmittel und ihre vor und nachtheiler, Verkehrsmittel und ihre vor und nachtheiler, 交通工具及其优缺点。 那同学们看, 因为vortheil和nachtheil, 这两个单词后面一半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可以省略vortheil, 后面的theil, 用binderstrich, 也就是用连字符表示, 这个部分和后面那个单词的后半部分一致。 Praktisch, Praktisch, 形容词方便的, 实用的。 Das Auto ist sehr praktisch, Das Auto ist sehr praktisch, 小汽车还是非常方便, 实用的。 那么书老师如果想说, 在早高峰的时候, 你开车堵在路上, 那还不如坐地铁呢,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如果在路面交通发生了堵车, 那么坐地铁是非常方便使用的。 我爱你, 你知不知道你不是 那是那些语言 从最深的地方在我 我需要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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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环境无害的 也就是环保的 这个单词有两部分组成 The Umwelt The Umwelt 环境 同学们看 Welt解释为世界 Um这个介词 有围绕 绕着的意思 那么在我们世界的周围 当然就是我们的环境了 Freundlich这个形容词 解释为友好的 它是从名词朋友 Freund 派生出来的形容词 Freundlich 友好的 那么Umwelt Freundlich 就是对环境非常友好的 自然是对环境无害的了 Die Straßenbahn Die Straßenbahn Este Umwelt Fruundlich Die Straßenbahn Este Umwelt Fruundlich 油轨 电车 非常的环霸 Leise Leise 形容词 轻的 Übrigens Es das Fahrrad Ganz Leise Übrigens Es das Fahrrad Ganz Leise 除此之外 自行车 也非常的轻 也就是 没有什么噪音 Leise的反译词 是 Loud Loud 大声的 吵闹的 Gefairlich Gefairlich 危险的 这个形容词 来自于 名词 危险 Die Gefahr Die Gefahr 如果我们说 Die Gefahr 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Danger的话 那么 Gefairlich 就相当于Dangers了 因此 Gefairlich的意思 是指 为他人 带来危险的 Auto 和车 真的要比油 车 更加危险 那么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既然Gefairlich 是给他人带来危险的 例如恐怖分子 很危险 这个时候我们用Gefairlich 那么如果我们要表达 处于危险中的 该怎么说呢 同学们想一想 在英语里面 处于危险中 我们会用到一个借词 对了 我们会说 In Danger In Danger 那么德语同样的 如果我想说 孩子们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就可以说 The Kinder sind In Danger In Danger 的意思就是 处于危险之中 好 在学习了单词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本课的学习内容了 本课的主题是 Pandem Aber The 来回奔波 可是要怎么做呢 这里的V 指的就是 来回奔波 那么要乘坐 什么交通工具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篇 阅读课文 看看有哪些 可供选择的 Verkehrs Meter吧 每一种交通工具最合适 Lisen Sie den Text und Ergänzen Sie 请同学们读课文 并在练习中 填入适当的 交通工具名称 这个练习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 Morgens 30km 可是这30公里 要乘坐 什么交通工具呢 坐汽车 坐火车 坐公共汽车 什么才是 最好的选择呢 Am Best 最高级 最好的 那么四个小伙伴 就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Urs Cheney认为 Ich fahre nicht mit dem Auto 我可不开车 Ich nehme immer den Zug oder den Bus 我总是乘坐火车 或者公共汽车 同学们在这两句话里面 注意一下乘坐交通工具的 两种不同说法 一种呢 我们用不急物动词 fahren 那么交通工具 就需要用借词 mit引出来 mit dem Zug fahren mit dem Zug fahren 坐火车 那么还有一种 比较简单的呢 我们可以用急物动词 Namen 我们知道 Namen在这里 就相当于英语语的 take 我们可以直接用Namen 加上四格兵语 Den Zug Neyman Den Zug Neyman 因此我们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要么用mit etwas fahren 要么直接用 etwas nehmen 请同学们记住 这两种表达 der bus ist am bequemsten 做公共汽车 最舒服了 am bequemsten 最高级 最舒适 der fährt dir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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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ne firma und ich can zeitung lesen od ein bissin schlafen in wego 直接开到我的单位 开到我的公司 而我们则可以在车上 看看报纸 或者想睡一会 ein bissin schlafen 睡一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was 是公共汽车的支持者 因此 他的观点应该是 der bus ist am bequemsten 公共汽车 最舒服了 接下来我们看 reto stämfli ich muss medem autofahren wo de kai ch meine arbeats zaiten sind seer um regnissig wishma reto idin de kai ch ch na 原来是他的工作时间 非常的不规律 对我来说 汽车是最好的了 am besten 最高级 最好的 das fährt auch noch um zwei uhr nacht um zwei uhr nacht 半夜 两点钟 因为我的小汽车 半夜 两点钟 还能把我带回家 还能行驶 如果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的话 晚上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因此 wretto de de b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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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das autor ist am besten 再来看看 ini mau am schnellsten es der zug am schnellsten zai kau ci zai 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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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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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ade kau in das Tram umsteigen. Trotzdem bin ich mit Zug und Tram am schnellsten. 儘管这样,儘管我要换乘一次, 但是我坐火车和油轨电车还是最快的, am schnellsten,最高级,最快的. 因此,对于Amya来说, der Zug und das Tram sind am schnellsten. 火车和油轨电车是最迅速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Beat的观点. Jetzt ist der Sommer, 现在是夏天, da fahre ich am liebsten mit dem Velo. Am liebsten, gern de最高级,最喜欢. 现在是夏天, 在夏天,我最喜欢骑自行车了. Das ist zwar nicht am schnellsten, aber am billigsten und am sportlichsten. 骑自行车虽然不是最快, 最迅速的, 但却是最便宜, 最运动的. Und es macht Spaß, Spaß machen, 制造乐趣, 带来乐趣, 而且骑车也让我很愉快, 也带来了乐趣. 因此,对于Beat来说, das Velo ist am billigsten und am sportlichsten. 自行车是最便宜, 最运动的. 在前面的这篇阅读课文里, 出现了大量的最高级,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语法讲堂部分, 学习一下德语中的最高级是如何构成的吧, 最高级是如何构成的。 可能通过阅读课文里的例子, 同学们已经发现了, 德语最高级的构成是通过arm, 然后又在形容词的后面加上sten, 这样来构成的。 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我虽然跑得比Marcus快, 但是Hans跑的是最快的。 我们知道在这里, schnell做副词修饰动词, laufen,schnell,快的。 那么我们在schnell的前面加上am, 在schnell的后面加上sten, 就构成了schnell的最高级, am schnellstern。 zuhauser ist mein Zimmer, am kleinstern。 zuhauser ist mein Zimmer, am kleinstern。 在家里, 我的房间最小了。 那么这里的am kleinstern是形容词cline的最高级, am kleinstern。 welche Frau ist am schönstern? welche Frau ist am schönstern? 哪个女人是最美丽的? 这句话有没有让同学们想到白雪公主里面, 百度的皇后问魔镜的句子呢? 这里的am schönstern就是schön的最高级了。 那舒老师现在要问大家了, 在这三个例句里, 这三个最高级分别是做什么成分呢? 在第一个句子里面, am schnellstern是修饰动词leven的, 所以它是做状语。 而在后面两个句子里面, am kleinstern,am schönstern都是和动词sign搭配的, 所以它是做表语。 那么请同学们记一下, 如果最高级在句子里做的是状语或者表语成分的话, 就使用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构成am形容词再加stern的结构。 那么最高级有的时候还可以做定语, 一如如果舒老师说, 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呢? 那么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里面, 这个最漂亮就是做定语。 但是在做定语的时候, 最高级是不能这样构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形容词词尾变革, 因此我们就不展开。 同学们先记住, 用这种最高级的构成am加形容词再加stern, 只有用在状语或者表语的成分上才可以。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形容词或者副词都能加上stern这个词尾, 例如像以j,d,s,s,z,sh,x,z结尾的形容词或者副词, 它们在构成最高级的时候, 前面加am,后面就要加上astam。 这个是因为发音的关系。 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单词是以s结尾的, 或者是以s,x,x,z,z,z。 如果我要在后面再加st的话, 很难读出来,也很难听得出。 而加astam听起来就比较清楚了。 又例如如果单词是以td结尾的, 我在后面加上st, 那么就会发称z的音。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最糟糕的 最差的 因为schlecht最后是以 T结尾 所以我们加 Heiß Am heißesten 最热的 因为heiß是以 S结尾 如果我们直接加 STN的话 根本读不出来 所以变成 I'm heißesten Hübsch I'm hübschestem I'm hübschestem 最漂亮的 Hübsch 因为最后结尾是 所以也很难发音 我们加上 A-S-T-N I'm hübschestem 最高级 是不是要比比较级 略为复杂一点呢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在比较级里 我们有讲到过例外 那么最高级里 有没有例外呢 当然也有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高级变化里 要额外记住的规则 首先是带有原因字母 A-O-U的单音节形容词 或者副词 带有原因A-O-U的单音节形容词 或者副词 在比较级的时候 要加上变音符号 那么他们在最高级的时候 仍然需要加上变音符号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HUR 因为里面有O 所以我们戴上了帽子 AM HISTEM AM HISTEM 有同学可能发现了 我们在学比较级的时候 讲过HUR 在变比较级的时候 倒数第二个字母 C要去掉 要变成HUR 怎么在最高级里 这个C不去了呢 对的 在最高级里 Toyer DUNKER HUR 这三个形容词 不需要去字母了 但是帽子还是要给人家加上 所以它变成了 AM HISTEM AM HISTEM 再看一下CALT CALT是以TAY结尾的形容词 所以我们除了给A 戴上变音符号以外 还要在词尾加上ASTEM AM KELTESTEM AM KELTESTEM 同样 KURT 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是ZET结尾 所以我们除了变音 KURT 还要在后面加上ASTEM AM KELTESTEM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发现了 当一个形容词 即使带有原音字母 ROU的单音结 然后词尾又正好碰到是 A-DESCH X-Z 这种结尾的时候 它有两种意外 也就是既要变音 词尾要加ASTEM 那么同学们不用担心 因为常用的形容词 也就这些 大家把它们背出来 记熟就可以了 不过在这些特例里面 额外要专门记住的 就是GROCE 这个形容词的最高级了 GROCE AM GROUSTEM GROCE AM GROUSTEM 最大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它的独特之处呢 对了 GROCE因为有一个原因 O 所以它戴了帽子 GROCE 但是它的结尾是ASTET 按道理来说 我们是要加ASTEM 这个词尾的 对不对 但是它偏偏没有 而是直接加上了TAM 也就是说 把S都省去了 请同学们把GROCE 这个形容词的最高级 AM GROUSTEM 牢牢的记住 因为它是例外中的 例外 还有几个 需要同学们专门记忆的 就是不规则 无规律的最高级了 我们来看一下 GOOD AM BESTEM GOOD AM BESTEM GERN AM LIEBSTEM GERN AM LIEBSTEM FIELER AM MEISTERN FIEL AM MEISTERN NAH AM NÉCHSTEM NAH AM NÉCHSTEM 这几个形容词的最高级 都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的 需要同学们专门记忆 那么舒老师在最后 还想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 那就是三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 TREUER AM TREUERSTEM TREUER AM TREUERSTEM HUCH AM HUISTERN HUISTERN DUNKEL AM DUNKELSTEM DUNKEL AM DUNKELSTEM 这个舒老师前面在讲 AM HUISTERN 的时候提到过一下 不过还是想再再三强调 那么这三个形容词在比较级里 我们是把它看作不规则的 因为这三个形容词的倒数第二个字母 都被去掉了 但是在最高级里面 我们又不用去了 而是把整个形容词都保存下来 加上STAN 有同学可能觉得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呢 其实还是有一点规则的 因为在比较级里 形容词后面要加的是AR这个词位 A是原因 当我们后面要加原因的时候 要把这三个形容词倒数第二个字母去掉 而我们最高级里加的STAN 这个S是辅音 所以如果这三个形容词后面加辅音的话 就可以直接加 不需要去倒数第二个字母 那么请同学们 额外的注意一下 这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也就是TALIA HURDUNKER 比较级 需要去倒数第二个字母 而最高级 就不需要去掉了 好 下面让我们把比较常见的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放在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Wiederholung FUSSI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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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ound Lang,Langer,Arm,Langstern 好,下面就请同学们自己完成一个练习 请填入下列班级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 看看同学们是不是已经把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都掌握好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学过了比较级和最高级之后 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学呢 对了,那就是原级比较 positive 在这节课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原级比较是如何构成的吧 vergleichsetzer mit sovi 带sovi的比较级句 so加上形容词再加上vi就相当于英语里面es,es的结构 表示两者之间的比较是一样的,同样的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das auto este schneller als das Fahrrad 汽车要比自行车快 das auto este so schnell wie der Bus das auto este so schnell wie der Bus 汽车和公共汽车一样快 so schnell wie das auto este nicht so schnell wie die U-Bahn das auto este nicht so schnell wie die U-Bahn 汽车没有地铁快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 汽车比地铁慢 das auto este langzamer als die U-Bahn das auto este langzamer als die U-Bahn 可能有同学会问 那么as和vi后面都是跟几格呢 那么同学们注意了 as vi后面的格数 是由它比较对象的格数决定的 例如在这个例句里面 U-Bahn是和auto相比 所以das auto既然是一格 那么后面的di U-Bahn 当然也是一格了 再来看两个例句 Ich bin 1m 65 groß Ana ist auch 1m 65 groß 我1米65 Ana也1米65 那我们两个的身高 一样高 我可以说 Ich bin so groß wie Anna 我和Anna一样高 那如果我想说 我们俩的身高 真的是一模一样 分毫不差 我就可以说 Ich bin genauso groß wie Anna Ich bin genauso groß wie Anna 或者 Ich bin ebenso groß wie Anna Ich bin ebenso groß wie Anna 我和Anna是一模一样的高 那么这里的 Genauso或者 Even so 都是强调 一样的程度 好 相比比较级和最高级 我们级比较 还是比较容易的 同学们只要记住 So wie 学读课文 在下连练习里 填入适当的单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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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练习。 先看一下前面的两个例子。 1. Das Auto ist so schnell wie der Zug und der Bus. 汽车和火车和公共汽车一样快, so schnell wie. 2. Das Auto ist nicht so bequem wie der Zug und der Bus. 2. Das Auto ist so schnell wie der Bus. 3. Das Auto ist so schnell wie der Bus. 3. Das Auto ist so schnell wie der Zug und der Bus. 对于Retto来说,火车和公共汽车都比不上小汽车。 同学们还记得吗 因为Retro的工作时间不规律 所以她觉得汽车更好一些 五十 对于Amy来说 坐小汽车没有坐火车和油轨电车来得快 6. 自行车当然没有小汽车或者火车那么快了 7. 但是如果开车或者坐火车 来回奔波的话 并没有像骑自行车那么的运动 8. 自行车也没有开车的成本高 没有开车那么贵 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我们主要通过阅读课文 学习了德语中的最高级以及原级比较 那么下节课我们将通过阅读课文定义练习 学习四个支配三格兵语的介词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地复习 比较急最高级哦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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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节课再见